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想跟大家更新一下我最近經常化的自然妝 我最近有反撲貴真,所有用的顏色都比較清淡 但看起來很有精神,皮膚很好,均勻,有光澤 如果你都想知道我最近用什麼化妝品 化一個不自然派妝用的話,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現在天氣這麼乾燥,化妝前我都會先濕敷一下 讓保濕持寒力更好,持妝更好,沒那麼容易出狀況 我只是用無印的化妝術去做濕敷 Color Con,我會用OLANCE的VIVIRIN 它有放大效果,但很自然,有外框,但不會彩度太高 在鏡頭前面表現大礦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它不會很誇張,但有明顯的分別 戴好礦可以脫掉化妝棉,我會順便抹一抹臉 讓化妝水吸收,薄薄地塗一層霜後,不要忘記塗防曬 依然離不開這支澳洲的防曬 它塗在臉上完全不會泛白 我最介意就是自己的黑眼圈 所以第一步會先做遮瑕 這一款比較厚,所以要用美妝蛋 慢慢地印開它 然後用上年賣的Tinted Moisturizer 我喜歡它的效果比較透薄,但做到均勻膚色 點幾下用手推開它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額頭是比較深色的 所以一塗開就差很遠了 你看到我半邊面塗了半邊面未塗 最大分別就是在額頭那邊 還有光澤感 近鏡給大家看看,塗了那邊是均勻提亮 但未塗那邊是非常暗沉的 然後我會用一個淺色的遮瑕膏 嘗試修飾我非常嚴重的眼袋 第二盎的Hourglass碎粉差不多又用完了 我會用一個比較扁的掃 壓在剛才上過遮瑕的眼底位置 盡量不要掃開它用壓的方式 眼底的遮瑕膏就不會太容易脫妝和溶妝了 其他的位置我會用一個很大的碎粉掃 薄薄地掃一層碎粉上臉上 這個底妝就好像皮膚自然 透出了一些很健康的光澤出來 畫眉方面,今天我會用Colorpop這支很有眉筆 由眉尾至眉頭慢慢畫一個框架出來 然後再用眉粉淺色的部分填補中間的空洞 最後用眉筆掃開顏色讓它更加自然 雖然我有眉毛,但畫了和沒有畫都差很遠 接著我會用眉 gel 這一款是Colorpop的 我看它的頭一樣是很小 我會重點掃眉頭的眉毛 因為實在太黑了,所以要把它剩下淺色一點 平時我都很喜歡用Heavy Rotation這款的眉 gel 但我嫌它太不夠自然 所以這次選了Colorpop 鼻影方面,今天想比較自然一點 不要太明顯,所以顏色都會用到比較淺色 陰影方面,我會把全部顏色混合 這一款是Heavy的三色收容盤 就會由Jawline開始慢慢掃上去 如果要摘起頭髮的話 我會習慣性在髮線位置加一點陰影 面看起來就會比較小 用掃的下面掃上去 你會看到它是漸層 而不是啡色的一條線 聞到畫眼線了 嘩,眼線筆超纏的 盡量貼著眼睫毛的根部 一筆一筆地慢慢畫一條很幼的眼線 眼尾我會打平畫出一點 然後填補中間的胸圍 長度就會跟我的雙眼皮一模一樣 另一邊也是一樣的畫法 一條幼的眼線看起來精神但不濃 好,輪到眼影了 我今天會用一個Liquid Eyeshadow 它的顏色會比較適合秋天 一個很淺的古銅色 少量多次慢慢堆疊上去 因為我比較健康膚色 所以要多上幾層才會比較顯色 有沒有覺得我用了眼影比起不用 看起來更加自然呢? 上眼看起來有立體感 要加一點閃粉 位置會在眼頭摸著它 凸出來的位置 然後我會拿一個香檳色的珠光棒棒 這樣就用來打亮下眼頭的位置 看起來就會有一種水汪汪的效果 另一邊也一樣這樣做 然後就塗墨塗的部分 今次是用到Kai Beauty 一個比較纖長型的 上眼睫毛和下眼睫毛 都要比較仔細地慢慢塗得乾淨 眼妝完成 現在到胭脂的部分 要自然我會選Sharlotte Tilbury 這款雙色胭脂 我擦它塗上臉上 不會有界線感 粉粉霧霧有點像BB肌膚的感覺 就算在大範圍這樣塗 也不會覺得濃妝厭抹 而且我會拉少少在鼻樑上 令整個妝有一個一致感 打亮方面 我最近日常用的是HEMI這一款 因為塗出來的時候 是有一種光澤感 但又不會太過浮誇 你會看到立體感就出來了 在蘋果肌和獅子位上塗 你會覺得整個臉都出來了 你看這一邊 和未塗那邊 分別都蠻大 等我掃上另一邊的蘋果肌和下巴 完成打亮這一部分 感覺上好像年輕了五歲 最近收拾東西 又找這支Mina的唇彩 重新愛上它 它的顏色是非常溫柔的 基本上如果我不出聲 是可以騙人的 不過它不是持久型的 所以會黏口罩 我通常都是要見人的時候 才會用的 我摘好頭髮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今天的妝 我最近很喜歡這個泵邊的波波頭 接著就夾一個蝴蝶結 在上面 它是一個絲帶 後面是… 是不是叫沙魚夾 不是 總之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夾 然後只不過不需要用腦 不需要照鏡 一插下去 夾哪個位置 我都覺得是會漂亮的一個飾物 今天這個妝容 我自己就覺得非常乾淨利落 你不會看到大紅大紫色彩斑爛 但是看上去很有精神的 皮膚看上去好像很無瑕 好像非常健康的感覺 我希望大家都會喜歡這個妝容示範 這一個日常妝 基本上你最近如果遇到我的話 都應該差不多了 如果你今天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upload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下午三點 還有星期日下午三點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好